女神霸气回归 太阳的后裔 金牌编剧金银书新作《黑暗荣耀》 找来宋慧乔 李道现携手主演 并且20日举行新戏记者会 女主角宋慧乔 自曝未演好剧中角色 出道26年 第一次被真的横摔耳光 傻眼到一度妄辞 男主角李道现则透露一个人住 只好跟家中爱泉演对手戏 发现失言 赶紧求喊对不起 这也是金银书和宋慧乔 记太阳的后裔剧之后的再度合作 金银书盛赞宋慧乔角色还原度 是121% 被未剪接版吓到 自此看到宋来电 就一定会在响两声之内接起 可见暗黑复仇女王的气势不同反响 被问道为何接演 宋慧乔回答 这是自己一直想拍的题材和角色 虽然要诠释很难 但演得很开心 比起被害者的可怜模样 他更希望展现出坚强的样子 提到和李道现的合作 宋慧乔透露 李在拍摄现场 准备很多版本来演对手戏 自己只要跟着做出反应即可 称赞对方很努力 林之眼饰演拥有天使脸孔 恶魔心脏的富二代 这也是他从影以来 第一次演反派角色 剧中甩宋慧乔巴掌的场面 让他坦言相当苦恼和困难 但因为导演说 就真正用力地打一次 于是他就豁出去甩下去 被主持人称赞 一定会成为经典场面 男主角李道现被问道 平日是否会跟爱犬秋天练习角色时 忍不住回头看着宋慧乔 尴尬认了偶尔 让宋忍不住眼嘴笑 李道现急忙慌张解释 因为我一个人住 接着表示 宋慧乔是不可替代的演员 我只好对着自己的狗狗说 秋天啊 我们来演对手戏 然后再度惊慌地对宋说 对不起 姐姐 并崩溃低头忏悔 笑得很开心的宋慧乔紧接着说 秋天真的很可爱呢 让记者会笑声不断 黑暗荣耀描述宋慧乔 饰演的梦想成为建筑师的文童莹 在高中时期 因被朴贤镇灵之眼 是 全载俊朴成勋 是等人霸凌而主动退学 数年后 朴贤镇当上主播 还与小开和杜领郑星一 是风光结婚生子 但就在孩子上小学后 折服多年的文童 银献身该校担任孩子的班导师 并在诸如争李道现 是 江贤南连惠兰 是的协助下 开始对当年的霸凌者朴贤镇等人 进行彻底狠心报复的 邪恶悲伤故事 《黑暗荣耀》第一部共8集 彩8集即播剧 100%事前制作为形式 将于12月30日下午4点 在全球190国独家登场 第二部预计于明年3月上线 去年11月播出的 《宪政分手》中完播后 宋慧桥因为一成不变的角色设定 而被网友吐槽 多年来出演的戏剧 大多走差不多的路线 没有太大的突破 让观众十分失望 认为它的戏剧作品 已经无法给大家带来惊喜感 演技也在原地踏步 而这次宋慧桥在《The Glory》中的 文东温 是过去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角色设定 因此让粉丝们非常期待 宋慧桥饰演的文童 因高中时因家境贫困 而遭到校园暴力 学生时期的日子破碎又阴暗 过着迷茫 无助且绝望的生活 最后建筑师梦被粉碎 高中已退学收场 而原本梦想成为建筑师的他 却成了一名私立小学的老师 当年加害者的孩子入学后 文童银将会如何展开 他的复仇计划呢 而小鲜肉李道现饰演的周汝正 是一名有着清新笑容的整形外科医生 同时也是躲温室里的花草 家境优渥的他 总给人一种飘逸不羁的感受 出现在文东温生活中的周汝正 并没有打算成为他的白马王子 相反的 为了守护文东温 他决定成为文东温刀上起舞的柜子手 协助他踏上复仇的道路 李道现自2019年出演电视剧 《德鲁纳酒店》后备受关注 隔年由他主演的的重返18岁 更是让他一跃成为新一代男神 并横扫各大新人及演技大奖 这次拥有迷人微笑的他 在这Glory中将饰演的角色 究竟是正直温暖的男人 还是腹黑的复仇推手呢 条延真林志言是 曾是文东温高中时校园暴力的主导者 但伤害他人 甚至让文东温承受不住而退学的他 却从来没有一丝愧疚或阴影 反而过着完美靓丽的人生 然而为了从那段过去里守护自己珍贵的东西 条延真的人生在重遇文东温后开始变调 成了勒紧自己脖子的回力标 江贤南连慧兰氏与文恩东一样 曾经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之一 而为了保护他的孩子 江贤南不得不阻止家庭暴力 参与复仇计划 于是他向文东温提出合作 两人携手同谋展开报仇 除了演员和角色 这部剧的编剧更是值得期待 金银书编剧过去的每部作品都超夯 举凡继承者们太阳的后裔 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阳光先生等 都出自他手 收视成绩及人气都是难以超越的 不仅在颁奖典礼横扫各大奖项 更捧红了无数演员 而金银书编剧表示 这次的新作The Glory将抛开过去的浪漫爱情 只有复仇 暴力和不轮 颠覆了过去的角色设定 与剧本路线 The Glory是金银书编剧和宋慧乔的第二次合作 过去两人在2016年就合作过太阳的后裔 这部电视剧至今都是许多人心目中 人生必看韩剧之一 不仅创下许多记录 更成为当年各大颁奖典礼的最大赢家 而两人这次在The Glory的二度合作 也展现出编剧与演员之间 彼此的相互信任与默契 但是提到这部作品和编剧 宋仲基也是绕不开的话题 自从离婚后 宋慧乔宋仲基都沉寂了一段时期 而最近 双宋仿佛开始暗暗较劲 宋仲基在财阀家的小儿子 上演一出重生复仇爽闻 高能不断的剧情设定开播后 直接突破韩国2022年电视剧收视率 宋慧乔也不甘示弱 官宣自己主演的复仇剧《黑暗荣耀》 将接荡前者上映 这也是他既去年 现在正在分手中 评分暴跌后的第一部作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近年来 韩剧中女性角色和以往的设定不一样了 不管是狗血剧顶楼 还是群像剧小小姐们剧中女主们的 都不再是傻白甜 其实不只是韩国 国内的影视作品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诸如关注三菱家女性生活困境的三十而已 展现女性勇于反抗世俗与命运的 孟华路等剧集涌现 宋慧乔自《太阳》的后裔后 接演的电视剧《男朋友宪政分手》中 饰演的角色设定大同小异 几乎都是围绕着女强人 爱情不顺利 姐弟恋等设定 还被网友吐槽演技停滞不前 面瘫等等 而这次在The Glory宋慧乔的角色设定 则是一大突破 尝试了过去没有过的暗黑风格 走上复仇之路 让粉丝都相当期待 而拥有完美微笑的李道仙 过去饰演的角色 大多以暖男为主 拯救受困于黑暗的女主角 这次也不例外 不过据说在The Glory里 李道仙饰演的周汝正 和女主角文东恩 没有什么感情描述 而他保护女主的方式 竟是成为他复仇的推手 不少粉丝都期待 看到李道仙将如何 诠释角色内心腹黑的一面 加上该剧 以韩国层出不穷 校园霸凌事件为主题 一直是社会大众关注的议题 过去也有许多 关于校园暴力题材的 电视剧及电影 如《妈妈别哭》 《青春物语》 以及《学校2015》 《人性课外课》等等 都将韩国校园暴力搬上荧幕 甚至李道仙的代表作 《重返18岁》里 也有出现霸凌剧情 不同的是 The Glory将从校园暴力中 展开复仇 给加害者痛快的一击 盼能给予受害者慰藉 不管是编剧还是演员阵容 相信这部新作 都是爆款的预定 不知道看到这次复仇 宋仲基会后悔吗